从前有三个兄弟 他们想知道自己的命运 于是他们就去找了一个智者 这个智者听了他们三兄弟的来意之后说 在遥远的天兰国 在这个大国寺里边 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 它叫夜明珠 如果你们去取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呢 大哥首先说 我生性淡泊 夜明珠在我的眼睛里 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珠子 所以我不会钱去拿 二弟挺着胸脯说 不管有多大的艰难险阻 我一定要把夜明珠拿回来 三弟则愁眉苦脸地说 去天然国路途遥远 而且诸多风险 恐怕还没有取到夜明珠 我人就没有命了 听完他们的回答 这个智者微笑地说 哈哈 你们的命运不就是知晓了吗 大哥生性淡泊 不求名利 将来很难荣华富贵 但也正因为自己的淡泊 他会无形当中 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照顾 二弟性格坚定果断 意志刚强 不畏困难 预测你的命运前途无量 也许会成大气 三弟性格懦弱胆怯 欲是犹豫不决 恐怕你命中注定难成大事 人的性格影响着我们人生一生的命运 你们记住台长告诉你们的话 当你们在播种行为的时候 你们收获的是习惯 你们播种了习惯之后 你们收获的是性格 当你们播种了性格的时候 你们收获的就是命运啊 所以一个人的命运 就是由于自己不理解 这种不好的无名习惯 造成你一生的坎坷呀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早就讲过 叫畸形成习 就是你的行为累积 就会成为这个习惯 积习成性 积性成命 这些都说明了性格的重要 所以一个人的性格 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人的命运 希望我们学博人心胸要开阔 要想得通 哈哈一笑 人间何处没有芳草啊 哇 帮我 谢谢大家